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在医疗条件上,从皇太医到道光皇帝,他们生的孩子都不少,但妖折率也是高得惊人,以康熙皇帝为例,在56个子女中,20个女儿妖折了12个,36个儿子妖折了14个,妖折率接近一半,道光以后的大清皇帝们就更惨了,想生个孩子都费劲,连参加妖折屏蔽的资格都没有。 虽然像康熙这样的皇帝儿子有很多,即便妖折了一半,从数量上,看儿子还是有不少,依旧能演出九龙夺迪这样的精彩大戏,频繁的发生白霸人送黑霸人这种事情,不仅对于作为父亲的皇帝,也是一个莫大的心理打击。 当妖折的孩子们是生前深受皇子喜爱的儿子时,打击的更是大清王朝的命脉,和权力交接的稳定性。 乾隆皇帝就是这样的典型悲剧,他是妻子神女,妖折了妻子舞女。 其中两个妖折的儿子永远和永从还是乾隆亲殿的接班人,后来永连早逝的永熙,也是深受乾隆喜爱。 最终继维的家庭在兄弟里面排行倒数第二,他能上位完全是因为乾隆已经无人客挑,只能找出一个缺点相对较少的十五阿哥永远了。 这也进一步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,而就在永远和永从这两个皇子妖折后不久,乾隆皇帝见到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婴儿,被统治中觉得这个婴儿身上有那两位妖折皇子的影子。 所以对这个婴儿格外疼爱,亲自给他取了名字,出生才三天便被封来三等世外,一直待在身边,用心在陪侍若体出。 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就是福康安,他的姑姑是乾隆的第一任皇后,孝贤淳皇后,也是乾隆善爱过的人。 乾隆一招,文臣中最受宠信的是和珊,故将中最受宠爱的便是福康安了,福康安如此受宠的一个外戚真打起仗来,也确实有两把刷子。 不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一提到乾隆,就想到所谓的康前盛世,但实际上所谓的康前盛世,根本不是什么太平盛世,国内的战乱几乎一个没有停歇过。 所以福康安就是一个救火队员般的存在,哪里出世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 南深北战,东征西逃,咸有百季,青石告也称,福康安起七里,任意自治兵,福康安屡战屡生,除了他个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以败,更离不开乾隆的特殊照顾。 当时的金帝国虽然落后于世界潮流,但对于那乱流铐和周边的几个小龙啰,还是碾压的态势。 亚洲霸主地位无人憨懂,福康安每每出征,乾隆都给他配备了精兵两将。 那些将领们对田龙的用意,也是心领神会,制住宫不强人头,把能出风头立大功的机会,都让给了福康安,成了数据刷子的福康安,自然是火电三生,家官进爵,23岁便任吉林将军,2、4岁当上圣经将军,26岁正任云归总督,30岁任兵部上书,35岁出任梁广总督,42岁封辈子。 福康安一生戎马孔总,在家庭元年基劳成疾病死军中,周年42岁,已是他上皇的乾隆碑头满分,追封福康安为家友郡王,配想太妙,并建立专辞以至计,要知道除了清军刚入关事后的那三番,原则上是不会有异姓封王的。 福康安出生次姓名,生前封辈子,死后郑郡王如此殊荣,在整个大清朝绝无仅有,可福康安却不怎么收家庆皇帝待见,家庆屡下赵姐诸教帅无滥赏,必是福康安,成了反面教材。